下一關就是我們的剛開始的這個叫做長板火之炸會有一個小的主要打小兵 那我們換成誰還是換成這個長山造子火 用火燒 這個這個地方用火燒真的是好過眼因為小兵站的很密切 燒小漢人的火燒基本燒死了 生龍把它拼成兩發 來到這塊看看給了我們什麼武器 然後上來我們就要起碼給了一個草屁 基本上這關打起來又是輕輕輕鬆 基本上他一劍一個嘛 這樣拼人的感覺確實比較爽 但是被偷襲了 這個被打了一下就直接把我們這個草屁劍打掉了 不知道剛才我記得還有一個劍的 首先這裡的兵也不多 反正用組合拳打也可以 然後又改一把草屁劍 這個爆草屁劍的這個頻率真的是高啊 馬上去打這關的BOSS 你家我們原版的時候打這關BOSS的時候會喜歡把它放在草屁那個地方 那我們現在有這麼厲害的神器應該直接都不用放了 直接就在角落裡面把這個劍門打 看看是選擇穩的打法還是選擇武器戰 而且我們主武器被打掉我們還有護武器是吧 我們有護 那為了穩妥期間還是想把這個用最穩的辦法把它憋在這個柴座裡面來打 這個我不知道是不是算遊戲的一個辦法 反正這關我們通常的打法是不會把馬掉了 因為他在馬上是很厲害的 通常就也不會去打別的小兵就是把它憋在草屁裡面 因為他這關爆的兵其實也不曉得 大家也看到這個敵人的這個攻擊力也很強 基本上打到我們兩下我們就基本上四分之三的選 被小兵偷襲一下也很強 把它扔死 然後換成造元是吧 補合歷史 然後我們來就我們的阿斗 現在一個對話反正都是日版 日版的看不懂 然後夫人跳進去我們背著阿斗 殺曹英殺他的清進其出 來到長滿橋這裡 前面原版的時候會給一個不同的寶劍 那這裡給一個聖剑聖剑也很好 只要能把小兵皮倒然後被血多就是好武器 而且這個聖剑還是加強吧 有這個刃 有這個火刃出現 那有火刃出現的話 在敵人沒打砸的時候可以打砸 這裡就是趙家五虎當中的三個人來 找個小陣這些肌肉男光的把肌肉男衝撞起來還是不可惜 因為不敵 攻擊力比較高 而且很容易把你的陣型打過來 不過我們有寶劍在手就無所謂了 放在一個方向不停的劈就好 基本上他們都站不起來 根本就衝不出去 拿血肉之驅來對抗帶火的聖剑 但這個誰強誰弱肯定就看得出來 還不錯打出一個擊腿 這裡會原來的時候會給一個龍蝦 因為這裡的全是補血刀具的存在 沒換到武器 那我們也可以擊腿武器 就在這裡拿聖剑P就好 然後這裡會出現趙家五虎的另外一個黑鬼造明 那在這關的BOSS的盡頭還會出一個黑鬼 要麼就是爆出一個大肉 要麼就是爆出一個這個砍弓劍 當然有時候運氣比較衰的話 什麼就爆出來 那就來到這裡著名的這個 把這個夏侯恩砍下來 夏侯恩不好意思 然後也會砍到一把劍 這把劍其實對破這個肥肥症還是很有用的 在原版的三國之二裡面 但是我們有聖劍在這裡 其實不撿那個劍也沒關係 當時給的那個劍是青鴻吧 他的好處就是可以把小兵劈倒 這裡面把小兵劈倒 很重要 不知道他這把劍是不是掉的還是青鴻 反正我們有聖劍就不用去撿那把劍 好又有一把草蹄 基本上每關都會給一把草蹄 草蹄在手 這個是吧 行走在哪裡都不怕 反正還掉了好多 把我們的這個財寶獻 然後到關底boss 關底boss有三個比較難打的 趙明夏侯傑還有燕明 夏侯傑就是速度版的一點 哇 劈血劈的好一點 再加上 夏侯傑兩下就被我們打死了 然後燕明也快被我們打死了 又劈了一下燕明 噢 給了一個彩人的劍 直接在哪劍劈死 哇 太爽了 好的來到下一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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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